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火人节遭遇强降雨 上万人被困内华达沙漠 加拿大干旱小麦减产 导致全球面食涨价 各位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先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晚上宣布 将撤换现任国防部长 列兹尼科夫 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做出的最重大的人事调整 在周日晚的电视讲话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 将解除现任国防部长 列兹尼科夫的职务 原国会议员乌梅罗夫 将出任新任的国防部长 这项人事任免决定 还需要在下周得到国会的表决通过 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国防系统做出的最重大的人事调整 列兹尼科夫 在2021年11月被任命为乌克兰国防部长 在争取西方对乌军事援助的努力中 列兹尼科夫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 他也受到贪腐指控 他本人则称这些指控是对他的污蔑 8月份就曾爆出 列兹尼科夫将辞职的消息 紫练斯基曾表示 如果不治理乌克兰军队的腐败问题 将无法战胜俄罗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台风海魁周日下午登陆台湾东南部 给当地带来强风和豪雨 预计海魁周日晚些时候将离开台湾 直逼中国的福建省 届时或将给中国东南部地区 带来新一轮暴雨 狂风裹挟着暴雨呼啸而过 不少树木被拦腰折断 吹断的树枝杂中汽车 也有不少散落在马路中间 堵塞道路 急风骤雨时的路人无法正常前行 周日下午 台风海魁在台湾东南部台东线登陆 打破四年多来台湾没有台风登陆的记录 台湾气象局称 海魁接近台湾时测得最高16级强震风 同时伴有豪雨 周日台湾东南部县市已宣布停客停产 台湾航空公司当天取消了所有国内航班 同时暂停了前往周边岛屿的渡轮服务 台湾政府表示 已有近4000人被疏散 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和东部地区 台湾消防部表示 截至目前除两人轻伤外 没有重大损失报告 不过台湾军方已调集士兵和装备前往受灾地区 以协助救灾和疏散工作 台湾气象局预计 海魁暴风圈将于周一下午到傍晚脱离台湾本岛 并缓慢穿越台湾海峡 逼近中国福建和广东一带 周日 广东省和香港地区刚刚送走了超强台风 海魁的到来势必会给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 带来新一轮强降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 美国内华达州劳工节 长周末举办火人节活动 期间遭逢暴雨 致视场地泥泞不堪 车辆无法通行 造成数万人受困 主办单位呼吁人们就地避难 美国内华达州黑岩沙漠 9月1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火人节活动 不料遭遇强降雨 造成车辆无法通行 数万民众被困在泥泞之中 并导致一人死亡 主办单位表示 当地1号晚上开始 24小时内降雨量约200毫米 强降雨在干燥的沙漠地面上 形成厚厚的泥浆 线上画面显示 会场设施及车辆周围四处都是泥浆 人们步履艰难 有人用塑料袋裹脚前行 除紧急服务之外 目前已经禁止车辆出入会场 有民众表示 将试图步行穿越泥泞 离开改地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 周日下午 当地可能会有更多降雨 令情况更糟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受困人数 但通常有约7万人 会参加这个为其一州的活动 当地官员表示 已经从内华达州北部 调配资源 为被困者提供医疗服务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综合报道 周六美国总统拜登 到访了遭受飓风重创的佛罗里达州 视察灾情 拜登承诺将向佛州提供一切所需支持 周六 美国总统拜登到访佛罗里达州 视察飓风意大利亚给当地造成的破坏 并慰问灾民 拜登首先乘坐专机 在空中视察了灾区 随后在遭受飓风重挫的小镇利夫奥克 听取了救灾情况的简报 不过当天拜登并没有与佛州州长 2024大选共和党的热门候选人 德桑蒂斯会面 德桑蒂斯发言人上周五表示 如果安排州长与拜登会面 相关的安全准备会影响救灾工作的进行 拜登则对德桑蒂斯的缺席 表示并不感到失望 当天拜登会见了佛州参议员前州长斯克特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表示 搜救行动已经结束 目前工作聚焦在为受灾地区恢复电力 飓风意大利亚上周三 以三级飓风登陆佛州大本德地区 造成大规模的洪灾和大面积停电 不过州长德桑蒂斯表示 还没有人员被确认在洪灾中死亡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周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用猎鹰9号火箭成功发射了13枚军用卫星 来看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周六上午10点26分 猎鹰9号火箭从加利福尼亚州 泛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上面载有13枚先进新型军用通讯 及导弹追踪卫星 这些卫星被送到了距离地球表面较低的轨道 将为美国提供全球军事通信 本次发射原定周四进行 后来研制周五 但当天试射两次都失败 直到周六才成功 SpaceX表示 这次发射是今年SpaceX的第61次发射 追平了去年一整年的记录 老板马斯克说 猎鹰火箭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的每个月 进行十次发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延峰 荣誉综合报道 周六朝鲜进行了一场模拟战术核攻击演习 对此 日本政府表示 将对朝鲜加码制裁 朝鲜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称 周六向朝鲜半岛西部发射的两枚巡航导弹 携带了模拟核弹头 在150米低空沿八字型飞行轨道 飞行了1500公里后成功爆炸 此外 官方媒体还发布了一组 金正恩参观军工厂的照片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 朝鲜是在炫耀其具备针对朝鲜半岛全境 以及诸日美军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日本就朝鲜发射导弹提出了严正抗议 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表示 日本与美国、韩国同步 将对朝鲜的制裁再增加三个团体和四名个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荣誉综合报道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9号至10号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新德里的酒店装饰一新准备迎接各国代表 新德里的多家酒店正在做特别安排 让贵宾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到印度的文化 在太极公酒店到处可见G20的标志 大量花卉装饰壁画 酒店运营总监表示 他们准备了以传统工艺特别设计制作的丝绸披肩 用外售局特制的花环 还将为来宾们在额头点朱砂 表达尊敬 拉利特酒店的厨师们表示 他们正在准备特色菜单 呈现带有印度风味的西式美食 围棋两天的峰会将迎来印度最受瞩目的嘉宾 从美国总统拜登到英国首相苏纳克 以及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等 根据多方消息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不打算参加这次G20峰会 拜登总统则表示 希望习近平能出席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中共出台《外国豁免法》 分析认为将加剧国际孤立 欢迎回来 中共日前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 今后中国大陆法院可以受理 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 法律专家分析 中共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孤立 加速外资撤离 继反外国制裁法后 9月1日中共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 明年1月1日起实施 当局称 美国对大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外国国家豁免法出台后 这些企业可以在大陆法院起诉美国政府 人权律师吴绍平分析 中共出台《外国国家豁免法》 目的是与美国争霸 但结果会适得其反 美国圣约翰大学法律博士陈闯创认为 中共此举将进一步打击在华外企的信心 加速外资撤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 张丹霞 王燕桥采访报导 好 先我们来看一组中国新闻简讯 9月2号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一场雷震雨过后 当地医院的小船门阵前排起长笼 大厅里也急慢患者 还有很多的医院是人满雷患 又折据了一个新的名词 雷暴哮喘 胸闷 气口 憋喘现在都这样 当地医院表示 9月2号 一天到医院看这种哮喘病的人数 超过800人 针对这种雷暴哮喘 当地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 呼和浩特 吆槽比较多 所以春秋两季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人多 2号暴雨导致花粉增加 病人也水质增多 9月1号 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医护人员告诉大纪元 该院每天都有一两百名登革热患者 目前病房以人满为患 并出现死亡病例 年轻患者也有死亡的 从8月29号起 云南弥勒市进行为期18天的消杀 当局称是因为病没生物 但有当地知情人证实 这轮消杀是因为登革热疫情 但当局隐瞒消息 登革热是一种从蚊子 传播到人的病毒感染 有症状者通常为高烧 头痛身体疼痛恶心和疲疹 大多数感染者会在一至两周内好转 但有些人会发展为重症 可以致命 有知名网红近日发视频显示 8月30号 北京朝阳法院执行局一行五六人 包括法官和法警 到河北保定执行某案 在执行过程中 他们与当地公安特警爆发冲突 双方大打出手 视频显示 双方互相揪助对方人员的衣领斗殴 场面激烈 一度失控 现场出现救护车画面 还有警察装备的物件散落在地上 疑似有人受伤 据称 最后北京的法警和法官 竟然被保定一线当局 以寻衅滋事罪名行政拘留 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国宣高科 8月后准载美国密歇根州设厂 但该公司日前被曝光 曾多次组织员工前往中共纪念馆参观 引发外界关注 福克斯新闻周五报道 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国宣高科 发布的报告和视频显示 该公司在2021年多次组织公司员工 前往安徽省的中共革命纪念馆参观 员工身着红军服装 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永不叛党 视频曝光后 美国各界要求调查该公司与中共的关系 其在美国密歇根州的设厂计划 面临当地人 美国国安专家和共和党议员的严格审查 国宣高科随后在一份声明中称 金牧公司没有为这些旅行提供资金 试图撇清关系 新唐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加拿大干旱小麦减产 导致全球面食涨价 美国政府近日采取行动 限制对中共某些敏感技术行业的投资 对此 华府智库专家布拉德利·塞耶 对本台表示 这项举措还有待完善 必须弥补其中的漏洞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为习近平必须面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 和民众反抗 通常这种情况下 独裁者会在国际政治上咄咄逼人 以此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 维持其支持度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就变得更加危险了 塞耶是美国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 中国政策主任 多年来深入研究中共对美国和盟友 以及其他国家的渗透 最近合作出版新书认识中国威胁 他表示 美国财政部8月9日发布禁令 限制美国投资中国敏感技术公司 是积极的一步 但仍然有漏洞 需要尽快完善 绝对重要的是 美国实体或全球任何 其他使用美国技术的实体 也要被禁止转让 或让中共获得技术 所以 我非常同意加拉格尔议员的言论 这必须是铁定的 禁令还必须扩展到其他领域 对于美国实体 仍然与中共有贸易往来 塞耶认为 这有四个原因 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 几十年来 他们涉足中国市场 得到了封后利润 其次 我认为他们对中共政权 和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 缺乏认识 塞耶说 美国企业家有一种懈怠心态 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已经过去 所有问题最终都能通过贸易来解决 甚至只看表面上的所谓高效率 忘记了其背后专制主义价值观 隐藏的危险 这是第三个原因 我认为这三个原因是彼此关联的 我认为还有第四个方面 像马斯克这样的科技大师 他们认为中共政权具有积极的因素 正如他们经常说的那样 他们中共能办事 他们不用考虑民主 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制衡因素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喜欢这种效率 塞耶强调 对中共的这些认识非常有害 但随着中共威胁越来越大 这些美国贸易派人士也开始清醒 因此才出现了与中共脱钩的政策 我确实感觉到方向在转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清中共政权的本质 美国正在逐渐转向脱钩 这个可恶政权的恶劣行径 确实影响到了每个与他交往的人 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 无论在非洲 欧洲 东南亚还是美国 他都在剥削人 塞耶最后重申 中国经济正在垂直跌落 同时他在国际上更加危险好战 而美国要与中共经济脱离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唐人电视台 美国华府记者站采访报道 由于野火和干旱 加拿大小麦预计今年将减产超过四分之一 这恐怕将推高全球的面食价格 近几个月来 由于加拿大干旱的家具和欧洲糟糕的天气状况 损害了硬粒小麦的生长 减少了对面粉厂和食品加工厂的供应 在多伦多 售卖意大利面食的欧路面食对路透社表示 20公斤装的粗面粉 在7月的几周内上涨了24% 公司的所有者之一文森特·利伯拉托里 担心价格会进一步上涨 不确定消费者会多付多少钱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西部的干旱程度随着低降水继续显著增加 影响了全国67%的农地 加拿大硬粒小麦年预计产量也随之下降了26.4% 加拿大约占全球硬粒小麦贸易的一半 但今年的收成可能是该国12年来第二少的 加拿大农业风险管理计划 可对农户收入下降超过30%的部分进行补偿 每减少亿元的收入补偿0.8元 以应对野火和干旱对农民造成的影响 根据国际股物协会预测 今年全球的硬质小麦产量将达到 过去22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全球储备存量也将下降至30年以来的最低点 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称 今年欧洲的意大利面零售价格上涨了约12% 美国上涨了8% 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初纪 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下面请看财经100秒 英国晶片设计大厂安谋 向美国证交会递件申请9月上市 彭博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安谋母公司软体银行 已排定安谋部分最大客户 作为IPO的战略投资者 其中包括苹果 辉达 英特尔 和三星电子等 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报告显示 8月份新增就业人数高于预期 新增18.7万人 但同时失业率反弹 薪资成长降温 分析师周五表示 非农数据近乎完美 美债殖利率曲线正在趋抖 预测联主会今年不会升息 中国人工智能晶片龙头 韩武际近月披露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 亏损约5.45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长期处于亏损境地 上市以来累计亏损超过 30亿元人民币 纽约时报报道 Meta正考虑让欧盟用户 可以付费订阅 不带广告的脸书和Instagram 作为对监管机构审查的回应 该报道指出 此举可能有助于Meta 对隐私问题和来自欧盟的 其他审查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美国大纽约州博览会 法轮功展位受欢迎 一年一度的大纽约州博览会 在纽约上周雪橙举办 今年更特别引入了亚洲村 还有部分法轮功试园 带来义务交工 深受民众欢迎 精彩的海狮表演 逼真的恐龙展 精湛的马术演出等 每年的大纽约州博览会 都通过各种方式 推广纽约州的农业 工业 科技和文化成就 吸引大批游客和参战商 法轮大法团体还设立了摊位 为社区带来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的福音 深受民众欢迎 由法轮功学员义务交工 民众纷纷加入学练 今年博览会还特别新增了亚洲村演出 主办方介绍 亚洲村通过音乐 舞蹈 美食等系列活动 展现美籍亚裔的历史和贡献 大纽约州博览会 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 而且大型的州籍博览会之一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 纽约报道 好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全球新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